看影片之前提醒你热点网站有更多内容 2014年3月8日 马航MH370航班偏离了从吉隆坡飞往北京的预定航线 在印度洋上空消失 当时机上载有239名的乘客和机组人员 当中包括154名的中国乘客 将近10年都过去了 直到今天MH370事件 依然是航空史上最大的谜团之一 就算马来西亚政府已经在2015年的时候宣布MH370失势 并且推断机上人员全数遇难 但是部分的乘客家属他们依旧没有放弃 大约40名乘客家属向马航和波音等5间公司索偿 案件将会从今天至12月6日期间 在北京朝阳法院分别开庭审理 家属控诉这场灾难不止让他们失去了至亲 更让一些人陷入了经济困境 因此家属将会要求通过索偿案 来查明飞机失联的真相 并且要求赔偿 根据报道 家属要求的赔偿金额大约为1000万至8000万元人民币 每宗个案的数额不同 主要是对家属的精神损伤抚慰金 除了这批入禀法院的40多名乘客家属 其余100名中国乘客的家属 他们都已经和被告签署了和解协议 并且获得250万到300万人民币的赔偿金 马航MH370失联将近10年后 乘客家属入禀中国法院向马航等机构索偿 案件今早在北京朝阳区人民法院审理 开庭前大批警员驻守在法院门外更拉起警戒线围风 只允许相关人员进出 就连入禀控告的乘客家属也被阻挡在外 让家属无法理解 他这种开庭方法 人们就是有点见不得光的法 这种做法让我们啥都不能理解 人不能当旁听 我们可能想问法官怎么问家属 要求我们怎么回答 你这样怎么判 我们要想知道 可是法院法院各约他拦着我们不让他们进 40多名乘客家属的诉讼请求不尽相同 但主要集中在两点 一是要求通过案件审理 查明MH370失联的真相 二是赔偿问题 希望重新开启搜索 建立这个马航 对我们这个沟通 对我们这个心理远路 赔偿金额这方面 咱们国家有国家这个法律 我们会相信法庭 对我们这个一个公平公正的判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